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这里呢,咱们来聊一下CBA,聊一下辽宁队 CBA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辽宁队呢,在今年的休赛期也是非常不平静 尤其是郭爱伦,向辽宁队提出转回申请 也是引起了球迷的热议 现在呢,郭爱伦已经正式的回归了 辽宁队球队呢,也要进行谋合训练 在今年休赛期,辽宁队啊,阵容不整 所以说球队呢,也是一直没有进行谋合训练 好在呢,辽宁队啊,现在整体阵容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辽宁队呢,将要在10月6号开启季前赛的比赛了 将要对战深圳队 我们也是希望这一场比赛呢,辽宁队可以好好的发挥战胜深圳队 就在近日呢,辽宁队啊,却突然传来坏消息 是什么呢,就是张震宁 张震宁啊,不小心挨到了脚 这对于辽宁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因为在之前呢,辽宁队啊,也是官宣了 莫兰德会缺席第一阶段的比赛 所以说,参加第一阶段比赛的外援只有福格一个人 这个时候张震宁要是再受了伤 辽宁队啊,真的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不过呢,普通玩脚的话 一般四到七天就可以好了 张震宁这一次啊,可能会无缘继前赛的比赛 我们也是希望张震宁呢,能够早一点恢复 第一阶段能够正常的上场比赛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 张震宁的伤势啊,并不是很严重 估计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了 我们也是希望呢,球员们啊,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不要再有伤病了 希望辽宁队在新赛季能够有好的表现 也是希望杨明可以好好的调整一下球队 继续的去冲击总冠军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